哦 终于下课了 我要拿的是我妈妈昨天新给我买的玩具 哦 泡泡玩具 吃泡泡的 我这个能吃出超级大的泡泡 哇 好大的泡泡 泡泡玩啊 哇 你看 这么大 是吧 不过泡泡 你的泡泡玩具好是好 但是你看我 妈妈昨天给我买的玩具 你这个不是相机吗 不是 你看我这个 吃泡泡就是电动的 还出来音乐 你看 哦 它逃了 出来泡泡 哇 你这个在哪里买的 好好玩啊 嗯 你想玩吗 嗯 我想 要不我们俩换着玩 好玩 好 哇 相机 哇 大泡泡 哦 它还自己会唱歌呢 好好玩 好 珍珍上课了 好 上课了 珍珍上课 刚才下课的时候 老师看到你们在玩泡泡是不是 对啊 我妈妈昨天新给我买的泡泡玩具 哦 老师你别没收啊 我们只是在休息时间玩的 对 哎呦 不要担心 不要担心 老师不会没收你们的泡泡的 你们特别喜欢玩泡泡是不是 对啊 嗯 那今天老师上课 带你们做一个能吃的泡泡 能吃的泡泡 那能吹起来吗 当然能啊 又能吃又能吹 又好看又好玩呢 哇 那老师你快讲我们做嘛 嗯 好的 那么今天我们的实验课开始上课了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实验课所要用到的东西 就是我面前的这三样 这个呢是150克的糖稀 然后这个是300克的白砂糖 然后这个碗里是40克的水 那么接下来我需要准备一口大锅 把它们全部都装进去 登登 锅已经准备好了 接下来我要把所有的材料全部都放进锅中 首先是这个糖浆 好啦那么接下来把白砂糖全部都放进去 最后是清水 水好像有点少 可以吗 然后呢 然后呢 接下来我就要把火打开 然后给它煮成糖浆的样子 开火 好 然后我要搅拌一下 你们看这个白砂糖现在已经开始有一点点要融化的状态了 现在呢 我们锅里的糖浆已经咕咕咕咕开始泡泡了 接下来我要用这个小勺子 然后准备了这一碗冰水 我要试试它现在能不能凝固呢 快点操作 还不行 它现在还是锡状的 我还要再烧一会儿 现在呢 我又煮了大概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我要看一下现在有没有好 加一点糖浆 然后试一下 差不多现在已经凝固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要关火 我自己要试一下 它到底现在能不能吹出泡泡来 现在关火 我已经晾凉了一小会儿了 我要试试这个泡泡到底能不能吹成功呢 先用 啊对 我忘了介绍了 这个呢 是我事先已经剪开了底部的纸杯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用它来作为吹气的一个工具 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 有泡泡吧 有的啊 我们再试一次 再试一次 再试一次 要蘸一些糖 你们的室内温度可能稍微有点高 没蘸上 是糖没蘸上吗 我再试一次 这次真的是有了吧 我自己都看到了 接下来呢 我要趁这个温度稍微量一下的时候 把珍珍和桃桃叫来 那么因为刚刚呢温度太低了 所以我现在又继续给它加热一下 哦 刚刚老师操作的你们都看到了 看到了 看到了 那么现在我们抓紧时间一人一个 好 这是什么 这个你们需要往里面放色素 放你们喜欢的颜色 我要放蓝色 彩色的泡泡 好 放蓝色 哇 爱心糖 哇 爱心 你们两个好有默契哦 中间交界的部分已经变成绿色了 哇 我想试一下 你先试一下 你们试一试看看 能玩先 试试试试 小心不要烫到 没有蘸到了 蘸到了吗 哇 哇 泡泡 哇 哇 好漂亮 比老师睡的成功多了 哇 你好好试一试 好好试一试 哇 太神奇了 哎 不要烫到手啊 哇 我怎么劝不起来呢 你多站一些 不要烫了 不要烫了 哇 直接在锅里 哇 哇 哈哈 好开心哦 哇 哇 这么成功 哇 哇 哇 老师我都为什么站不起来 哈哈 没有关系 慢慢来 不要烫到手啊 那也可以 也可以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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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这个泡泡出来的真的 好吃吗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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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你要不要尝一尝 哇 哇 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糖完全都没有添加剂的 你们可以多吃一些哦 不过要记得刷牙不要有助养 嗯 好 那么今天我们的实验课就上到这里了 嗯 小朋友们在自己办办的帮助之下 也可以尝试一下做一做可以吹泡泡的糖哦 对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了 明天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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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